上海有家名为爱咖啡的咖啡馆,顾客只要陪咖啡师聊天就能免单,还欢迎顾客找茶。 据悉,这里的工作人员,都是自闭症患者,顾客则是志愿者。这群清醒的孩子,在工作中学着成长,爱咖啡负责人说,希望他们能越来越好的沟通,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。 今年4月2日正逢,世界自闭正日十周年,也是这家店正式揭排开业的日子,这是一家特殊的咖啡店。 但来过这里的客人,都说这里的服务质量最少最少也要打7分。 这家店每天只营业4个小时,从上午11点30分,至下午15点30分,但每天客流量保持在30人左右,店内时常被挤得坐无虚席。 走进店内你会感受到店员们真挚又热情的欢迎,他们单纯无邪,每一杯咖啡口感都细腻爽滑,不管喝多少杯,质量都有保证。 因为自闭症患者有一个特点,当你让他们做一件事时,他们格外专注刻板,绝不偷懒耍滑,说几克咖啡豆就是几克,绝对一克不多,一克不少,该有的程序都严格遵守老师的叮嘱,他们执行力度非常高,因此在他们的严格操作下,是的每一杯咖啡都口感有保证,思维方式也很单向。 一旦遇到道不懂,或没有遇到过的问题,他们就会在自己的世界里无限重复,这个时候,就需要有人引导他,这也是创立这家咖啡店的初衷,希望孩子们能在这里与陌生人多交流,知道世界的复杂,增强各种应变能力,更好的融入社会。 据悉,爱咖啡是由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,上海市儿童基金会主办,并由上海曹鹏音乐中心承办,曹小夏是这间特殊咖啡店的发起者。 在此之前,曹小夏和父亲曹鹏已经花了十年时间,用音乐来帮助自闭症儿童改善病情。 曹鹏是中国著名指挥家、音乐教育家,如今已经94岁的高龄,仍在为孩子们的恢复操心劳碌。 曹小夏和父亲曹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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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